台北市长蒋万安 上海行最后一天 见不见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 他这样说 最近有没有机会 来见到国台办主任宋涛 我们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规划 蒋万安任内首度附入 参加上海双城论坛 不断被绿衣抹红 连引用唐诗谈两岸 也被民进党议员批 不容不累 就怕被外界模糊焦点 蒋万安反台最后一刻 与宋涛并没有会见 蒋宋慧若见面 一度有消息传出碰面的地点 会选择在上海虹桥的迎宾馆 不过随行的媒体记者 是被带到了西郊宾馆 蒋万安和宋涛 这一次是没有见上面 蒋万安上海行最后一天 下午走访当地的拖婴 及养老机构和市区 身为三宝爸的蒋万安 特别指定想来看 当地的民实拖婴中心宝宝屋 很可惜错过他 上国中开学第一天 三宝爸的蒋万安 因双城论坛赴上海三天 正巧碰上大儿子国中开学 对于当地的托婴和养老中心 富有食堂 还能人脸辨识 分辨菜色迹象 觉得很新鲜还玩了一下 蒋万安三天上海行参访市政外 只与二把手上海市长公正见面 相较于前台北市长 柯文哲双城访上海 都曾与时任的大陆国台办主任碰面 这一回蒋万安选择低调应对 记者张正名 演配于上海采访报导